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刃山 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这条发源自巴延喀拉山的天际之河 孕育了华夏先民 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诞生与成长 滚滚黄河绵延万里 养育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和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 中国经过20年的调水调沙 黄河下游河床取得了明显的防洪解淤的效果 不过大家有没有好奇过 每年调控出来的泥沙都去哪里了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赌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您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自古以来 中国就有两条著名的河流 长江和黄河 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 全长6387公里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 曾有一碗水半碗沙的说法 你一定想象不到 黄河水所携带的泥沙量有多大 据统计 黄河每年向渤海输沙量达16亿吨 其中会有4亿流在陆地上 集中在黄河中下游 堆积的泥沙会使下游的河床抬高 导致河床高度高于河流两岸 黄河中下游也因此成为悬河 悬河又致使降水不能存于河中 汛漆决堤给黄河两岸带来严重的水害 历史记载中 黄河决堤造成的灾害不下千次 可以说治理黄河从古到今都没有断过 到了现代社会 治理方式也能运用更高的科技手段 中国从2002年就开启了 大规模水沙调控模式 在训前利用水库调水调沙 截至到2021年 总泄水量约60亿立方米 虽然取得了防控减育效果 但调控出来的泥沙也在不断堆积 这些泥沙又该如何处置呢 如今中国对黄河泥沙的处理 也不再是简单的灾害一说 而是提出了新的理念 比如农业资源 黄河泥沙是一种优良的土壤改良原料 黄河流域引红淤冠 就是将泥沙资源转农业利用的有效途径之一 主要包括淤改 倒改和浑水灌溉 多年来 黄河泥沙早已形成了防洪和农业玉体的生态环境 积累了一套独有的农业技术措施 建立了平衡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 将高附加值的农 林 渔业和泥沙治理有机结合 减少了水土流失 如植被基 护沙结构的建立 将泥沙中不同的矿物营养成分 转化为适合农作物所需要的农肥等 另外 黄河周边的泥沙资源转化为农业资源 也可以直接节省运输泥沙的成本 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水资源 输送泥沙意味着要损失相当大的一部分水 水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节水节流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环 其次是能源开发 黄河流域有着丰富的煤炭等矿产资源 在开产过程中难免会有土地流失 以及地形地貌的改变 若是用泥沙填充并恢复成可使用的土地资源 还可以减少这部分流域的水土流失 这将是资源合理利用的双赢局面 而且黄河泥沙属规律资源 能制成不少材料 可以成为新型稳定的矿产资源 除此之外还能当作建筑材料 泥沙可以提取为粘土 粘土又是众多材料必不可少的 比如水泥 玻璃 陶瓷 以及各种建筑用的砖石等 近年来 黄科院联合相关高校及核务部门 采取多学科交叉的方式 从黄河泥沙的探测与分布规律 清淤 取沙 疏沙等基础研究 到泥沙资源利用成套技术的研发 形成了全链条发展的技术 即泥沙处理 泥沙清淤 泥沙资源综合利用的有机衔接 同时 黄河泥沙固结凝胶机理 还形成了水泥机和非水泥机系列凝胶技术 拓展了黄河泥沙在建筑用沙 干混沙浆 人工防汛食材 泥沙免烧免征养砖 混凝土气块 烧制桃利等制品的可利用沙源 总而言之 对淤积在水库枯萎的粗泥沙 在严格管理和科学规划的前提下 可直接用挖沙船挖走 作为建筑材料使用 而对于中间部位的粗泥沙 可以采取涉流冲锡式排沙 或者自锡式管道排沙技术 将泥沙输送到合适的场地进行筛选制作 水库泥沙的资源利用 使水库蓝沙减淤效益得以持续发挥 当然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黄河泥沙一直在填海 在过去的数万年里 甚至还填平了比现在渤海还要大的海洋 让大片海洋变成陆地 成就了如今的华北大平原 也成就了中华文化 中国一共有四大平原 分别是东北平原 华北平原 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关中平原 华北平原面积为31万平方公里 跨越了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河南 安徽 江苏七个省市 面积仅次于35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平原 华北平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 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 经济发达 素有水乡泽国之称 是中国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 约有3.39亿人 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远超过其他三大平原人口 但在数百万年前 华北平原还是一片汪洋大海 太行山脉以东都是辽阔的海洋 也就是说从现在的河南洛阳开始 一直到现在的山东 烟台和青岛 1000多公里全是海水 只有位于山东中部海拔较高的泰山一带 山脉才能露出海面 每隔一段时间 黄河河道会因大量泥沙而淤堵 不管下游河道堵不堵 黄河河水都会源源不断地涌来 河水漫过河道 河道本来就比地面高 黄河河水就会自行改道 不过最终还是流向渤海 正是因为黄河改道 黄河水曾经北到山东以北的 北城海河入海 南道途经河南 安徽 江苏三省的淮河入海 黄河曾经纵横了整个华北大平原 哪个地方海拔低 黄河水就往哪个地方流 泥沙就填充到哪里 直到填满为止 黄河泥沙就这样来来回回地 填充着华北大平原 华北大平原面积在增长 渤海面积在缩小 整个海岸线向东推进 数万年后的今天 终于形成了辽阔的华北大平原 因此 如果没有黄河泥沙 也就没有今天的华北平原 但也有人因此担心 如果一直疏杀入海 黄河倒是安全了 渤海会不会受到影响 甚至被填埋呢 这个担忧其实不无道理 因为就目前情况来看 黄河每年向渤海输送约 13亿吨泥沙 这个数量已经相当于 往渤海倾倒一个北京市了 按理说 这种高强度的淤积 早该把渤海淹没 但令人惊讶的是 渤海的水深并没有明显变浅 仍然保持在16至18米 面对这一矛盾 科学家的解释是 渤海所出位置的地壳 正在缓慢下沉 正好抵消了泥沙堆积 带来的淤浅效应 正是这种下沉速度 匹配黄河淤沙的淤积速度 使得渤海水深保持稳定 这种解释似乎很有道理 事实上 在地质历史上 渤海确实经历过多次消涨 比如一万年前 这里还是偏陆地 后来地壳下沉 海水涌入 渤海才出去雏形 那么渤海就永远不会 被黄河泥沙填平了吗 水利专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根据黄河泥沙量 以及渤海下沉速度的测算 他们预测渤海 还有200年的寿命 届时 它将再次消失 变成中国版图新的增援 专家的计算是建立在 现有数据基础上的推断 但数据本身也会变化 比如今年来 随着水土流失治理和水资源利用 黄河泥沙量出现大幅减少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 渤海死亡的期限就会大大延后 退于万步来说 就算在成千上万年以后 黄河泥沙真的将渤海填平 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除了上面小编说的 华北平原之外 宁夏平原和核桃平原的形成 也与黄河的冲击作用有关 而如今的这几个平原 都是百姓安居乐业之地 对于那些在渤海 西海岸和黄海海岸 生活了多年的老人来说 他们一定还记得很久以前 自己居住的地方就在大海边 苍州有一只著名的铁狮子 名叫镇海吼 重达32吨 是中国第一批 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从名字就能看出 这是当初当地的老百姓 为了抵御海啸而建造的 我们也能够推断出 在过去这个地方 常常受到海啸的袭击 离渤海很近 但如今这个地方 已经远离渤海50多公里了 上面生活的百姓 也早已没有当年的忧虑 上面的两个例子都说明 如果黄河泥沙 沉寂出新的陆地 或许这片土地 会成为更多人 安定生活的居所 到那时 可利用的土地变多了 房价是不是 也会变得更低呢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